女王留下的钥匙 阿加莎的表情瞬间变化 盯住了温斯顿执政官的眼睛 然而后者却表现得比他还要惊讶 温斯顿眼神充满错愕 你不知道 那你是怎么进来这个地方的 阿加莎表情严肃起来 他意识到情况似乎跟自己预想的不太一样 在之前察觉到自己能够进入石墙的时候 他还以为先一步进入此地的温斯顿执政官是跟自己一样的存在 但现在看来 这位执政官先生用的却是别的手段 他掌握的秘密比自己料想的还要多 我有自己的办法 阿加莎慢慢开口 语气中不自觉地带上了一股压力 您刚才提到女王留下的钥匙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温斯顿狐疑的看着眼前的守门人 但在片刻的犹豫之后 他还是示人地叹了口气 伸手探入胸口的口袋 也好 反正已经到了这一步 再没什么保守秘密的必要了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样小巧的事物 那是一柄有着华丽花纹的黄铜钥匙 其钥匙并仿佛一个横置的八 或数学中的无限符号 其头部却没有普通钥匙那样常见的尺状结构 而是一截带有凹槽的圆棒 阿加莎好奇地打亮着对方手中的东西 突然觉得它不像是一把开门用的钥匙 而是 很像那种给人偶或其他发条机关上弦的东西 发条钥匙 他下意识开口 你是说 这是雷诺拉女王留下来的东西 为什么他会在你这个执政官手上 执政官门代代相传 这钥匙是女王留给叛逆者的礼物 以及 诅咒 温斯顿扯动嘴角 露出的是一个苦涩甚至隐含着恐惧的苦笑 从第一个执政官接过钥匙的那一刻起 寒霜城邦背后的阴影就笼罩在我们头顶了 守门人女士 阿加莎没有打断这个看起来已经很虚弱的中年男人那叙叙叨叨的 仿佛一语般的念叨 他耐心的等对方说完 才表情平静的开口 您其实知道费金矿井的真实情况 对吧 如果你指的是费金矿井早在女王时代就有枯竭迹象的话 是的 我知道 温斯顿轻声叹息 坦然说道 抱歉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们发现的那扇门是怎么回事 但我以为还有时间 能来得及在情况恶化之前让一切重回正轨 那样的话 你们发现的也就只是一条废弃矿道罢了 寒霜 仍然是那个繁荣的寒霜 我需要一个解释 执政官 阿加莎表情严肃 语气有些冰冷 费金矿井在女王时代就已经 枯竭 那我们这几十年挖出来的 运出去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且城邦今日的意象 那些邪教徒的行动 跟矿井的枯竭之间又有什么联系 费金 仍然是费金 守门人女士 我们挖出来的是费金 运出去的也仍然是费金 千真万确 实实在在 温斯顿抬起头 脸上带着不知是哭是笑的表情 那不是什么污染 我们试验过 女王时代也试验过 如果一样东西看起来是费金 用起来是费金 产生的效果和留下的产物都与正常的费金没有区别 那毫无疑问 它就应该是费金 那些真的是费金 阿加莎猛然睁大了眼睛 这个答案让他尤为难以想象 但矿井在几十年前就枯竭了 如今矿道里出现的矿石 这正是最可怕和诡异的 不是吗 温斯顿苦笑着 矿脉枯竭了 但很快又会有新的矿石将某些无人注视的角落填满 仿佛有一座和现实世界平行的 虚假的寒霜城邦 再将矿石源源不断地注入现实世界 或者说 当矿井深入地下一定深度之后 我们就一直在从一个镜像世界里开采矿物 而那些幻影般违背常理的东西 开采出来之后 不管怎么测试 竟都是真的 阿加莎面容冷峻地听着这一切 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冲击着他 这些时间里本就时常浑浑噩噩的头脑 但最终他还是保持了冷静 并轻声开口 镜像寒霜 执政官先生 您的说法没错 确实存在一座镜像寒霜 如今笼罩城邦的迷雾 以及迷雾中不断出现的赝品 都是从那座镜像之城中跑出来的 这个镜像城邦正在逐渐侵蚀并取代我们的现实世界 温斯顿表情微微变化 随后他沉默了十几秒 终于发出一声长叹 阿 看来这就是那些费金的代价了 代价 您在说出这个词的时候过于轻描淡写了 如今正在承受代价的可不止你我 还有整座城邦的人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受用着费金贸易带来的一切 在这极寒之城 是费金让全城的人都能有温暖的居所和充足的食物 让我们在海牙崩塌之后仍然能维持一个相对富足的水准 守门人女士 温斯顿说到这里 停顿了几秒钟 随后摆了摆手 您应该是知道的 我从不奢靡 不置房产 不留私财 我甚至没有继承人 女士 我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私欲 阿加莎注视着执政官的眼睛 然而从那双眼睛深处 他看到的只有疲惫罢了 他们都没有选择吗 他仿佛自言自语般轻声说着 是所有人都没有选择 温斯顿摇了摇头 我知道您的意思 今天这条路 今天的代价 都不是城邦公民们自己选的 但这也不是我选的 谁都没有别的路可走 城邦只有这么大 无影海上没有第二个寒霜给我们立足 我们需要吃饭 需要燃料 需要房屋和洁净的淡水 我们需要费金 哪怕他来自诡异的阴影世界 没有费金 只需要一个冬天 城邦就会死四分之一的人 剩下的人会在几年内逐渐回到工业大发展之前的黑暗城邦时代 并继续损失四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人口 守门人女士 休息一下吧 您和我一样 已经够累了 或许我们现在应该接受一个事实 城邦是一列史向深渊的蒸汽机车 所有人都坐在车上 城邦的保护者跟普通民众之间仅有的区别 就在于普通人都在蒙着眼睛吃喝生活 而我们 睁着眼睛罢了 阿加莎却没有理会温斯顿这自暴自弃般的发言 他只是一言不发地 助力在黑暗中 感受着那股令人难以忍受的寒冷再次从四周传来 感受着血管中的血液逐渐冷却 然后 他打破了沉默 有人做出过别的选择 双引号 是的 有一个 寒霜人曾经叫他女王 而历史书上叫他疯女王 温斯顿笑了起来 却不知是在嘲笑女王还是嘲笑自己 一个伟大的凡人 他甚至想对抗这片大海 对抗大海最深处的恐怖 潜渊计划 阿加莎轻声说道 过去掌握的种种线索终于一点点在他脑海中汇聚在一起 化作清晰的脉络 所以 潜渊计划并不是资料记载中的一个单纯的探索计划 女王是想揭开城邦深处的秘密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认为矿井中不断出现的费金与深海有关 但显然他找对了方向 潜渊计划的失控和他后来面对的可怕命运恰恰证明他触及了真正的源头 我们这个世界最讽刺之处莫过于此 温斯顿在树桩旁换了个姿势 他仰起头 看着上方无尽的混沌与如动阴影 不仅不慢地说着真相指向疯狂 疯狂指向失败 你向目标踏出的每一步都在向深渊前行 温斯顿叹了口气 他想查明费金矿井的真相 想解决城邦背后的隐患 想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对抗大海本身 这很好 但事实证明 他只是提前消耗了自己的命运罢了 所以 你们这些继任者决定不走他的老路 你们假装像其他人一样蒙起眼睛 与这辆车一起冲向深渊 而那个曾经试图踩下刹车或者改变轨道的女王 最终被历史书定性为受到亚空间蛊惑的疯子 寒霜古逊 死人要给活人让路 温斯顿慢慢转过眼珠 注视着阿加莎的眼睛 一个曾经伟大的统治者 如果对他的定性能让寒霜在动乱之后迅速恢复平稳 那他想必是不介意的 阿加莎想说些什么 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口 良久 他只能轻轻摇了摇头 那把钥匙 是怎么到第一代执政官手上的